在历史的长河中,有许多这样的例子,父亲勇猛,儿子也勇猛,这可谓是虎父无犬子,秦朝的王俭和王奔父子,三国时期的孙奸孙策父子,以及明朝的徐达徐辉祖父子,都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,有一个特殊的例子,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勇善战,所向披靡的大将,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纹固子弟,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 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涕,以人为敬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长茂的父亲长玉春是朱元璋的得力干将,他早在朱元璋投奔起义之初,就加入了朱的阵营,十一年间一直跟随朱元璋四处征战,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,其中包括了对陈有亮,张世成等敌人的讨伐,长玉春是一位英勇无比的将领,他在每次大战中都能冲锋陷阵,无人能敌,他的英勇表现赢得了朱元璋的赞赏, 称赞他在百万大军中所向披靡,无人能出其右,长玉春的岳母蓝氏是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子,他的美貌让人心生敬仰,长玉春非常疼爱蓝氏,事事都依着他,长茂的母亲蓝氏仗着长玉春的宠爱,性格变得骄横跋扈,然而,长玉春对他的宽容,反而让他对长茂过于宽容,这无疑养成了长茂的亡库之风,尽管如此,长玉春仍然深爱着蓝氏, 他曾经在北伐扫清元朝残军后,班师回朝的路上感染了恶疾,随军医师救治不及,第二天便离世了,虽然他已经离开,但他的英勇事迹和对蓝氏的深爱仍然被人们铭记在心,朱元璋对长玉春的恩情绵延不绝。 他听闻长玉春病逝的消息后,心如刀绞,于是暂停朝政一天,下令将长玉春的棺材安葬在中山,不久之后,大明江山以日益稳固,朱元璋应百官请求,举行了一场封赏大典,在这场盛大的仪式中,朱元璋册封了六位公爵,其中包括李善长,徐达,李文忠,冯盛,邓宇和长茂,长茂成为了大明朝最年轻的郑国公,岁路二千代, 但这只是朱元璋对他盛宠的开始,朱元璋对长玉春的感情深厚,又因他未能功成身退而感到遗憾,于是将对长玉春的所有感激与遗憾都倾注到了长茂身上,他让长茂与自己的儿子们同饮同食,同处读书,还把宋国公冯盛的长女嫁给了他做妻子。 同时,长茂还是太子朱镖的七弟,大明名将蓝玉的外甥,可以说是大明权贵的代表,长茂手握好牌,却打得一塌糊涂,为了求生,甚至不得不采用假死之计,尽管他的父亲是权贵,但他本人却是个典型的纹固子弟,朱元璋为了提升他的地位,让他跟随冯盛,傅友德等人出征,期待他有所作为,但他并不能理解朱元璋的良苦用心,随军多年,唯一的成就,就是在慕英平定云南时, 爬上悬崖,在山顶插上了大明军旗,打乱了敌军的阵脚,除此之外,他带给朱元璋的,只有数不清的麻烦,长茂是个纹固子弟,他的毛病和其他纹固子弟一样,花天酒地,娇涉淫逸,飞扬跋扈,他还犯下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错事,如监巫卫君妻女,与自己父亲的妾室不清不楚,甚至和自己的老丈人打架,打到了皇帝面前。 虽然冯胜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儿子,对他进行教导,但长茂并不领情,反而对冯胜心存不满,洪武二十年,朱元璋派兵北伐,冯胜,蓝玉,长茂等人接随军远征,由老丈人和亲舅舅随行,朱元璋本以为长茂会有所作为,没想到还没等北伐军队回来,他就收到了冯胜撞告长茂的奏折,在奏折中,冯胜控诉长茂破坏了军国大事, 但朱元璋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,就收到了长茂的回复,长茂表示冯胜在军中以权谋私,还曝光了一些冯胜在军队中的丑闻,在这种两军对峙,军事局势不稳定的时刻,内部却发生矛盾,这让朱元璋非常生气,立即下令惩罚冯胜和长茂取消冯胜的兵权,将长茂召回京都进行调查, 原来,在北伐时,北方将领纳哈出投降,但在兰玉设验款待纳哈出时,长茂因误听了随从的报告,以为纳哈出要乍降逃跑,于是突然把刀砍伤了纳哈出的手臂,导致纳哈出的十余万投降士兵惊慌失措,长茂的这一刀,不仅破坏了主帅冯胜的功绩,也使得北伐计划受挫,尽管朱元璋宠爱长茂,但在国事面前,他不能逊思,只能将长茂安置到广西龙州,反复犯错,长茂总是 学不会汲取教训,即使在龙州贬折期间,他也没有改变自己好色和傲慢的性格,他娶了当地权贵赵帖间的女儿为妾,并在赵帖间死后,卷入了赵家内部的权力斗争,对长茂来说,掌权的人是谁并不重要,但作为大明的顶级权贵,如果不能保护自己的人,那就太丢人了,因此,他处处为想要夺权的皇室撑腰,欺压赵家的正统继承人赵宗兽,当然,哪里有压迫, 哪里就有反抗,在长茂的残酷压制下,赵宗兽最终选择了反叛,由于纳哈事件,李善长安和赵宗兽事件的相继发生,长茂的事情变得十分复杂,朱元璋随即决定召回长茂,打算与他进行深入交谈,然而,就在朱元璋派人前往龙州邀请长茂的时候,长茂却突然病逝,年仅35岁,春天里,红武24年,长茂离世了,这个消息让朱元璋感到遗憾,因为长茂没有儿子,朱元璋便决 决定封长茂的弟弟长生为公爵,将郑国公的头衔改为开国公,然而随后,朱元璋又得知一条消息,原来长茂并没有去世,他之所以假装死去,只是因为害怕朝廷追责,实际上,他仍隐藏在皇室的军队中,这种情况已经截然不同,朱元璋信任长茂已有二十多年,若长茂欺骗朱元璋,假装自己已经死去,那朱元璋将 无法容忍,朱元璋匆忙派遣杨文,韩关率军前往龙州讨伐赵宗兽,同时检查长茂的情况,据明史记载,帝怒,责令县茂自赎,命杨文,韩关出使讨龙州,以而知茂果死,杨文和韩关来到龙州后,发现长茂果然已经去世,而赵宗兽之后也投降了,朱元璋因此松了一口气,那么,让我们来探究一下,长茂是否真的已经去世, 需要注意的是,南方的气候炎热,自从朱元璋获悉长茂去世的消息,到派遣杨文和韩关前往龙州,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,那么,当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后,如何确认那具尸体就是长茂呢?是否可能存在欺骗的可能性? 果然,在《国朝限止录》中,有另一份版本的记载,茂文之,服毒死,或云龙州首隐之,他所施不死欺上,穷所茂,且发大兵计之,而足不得茂踪迹,或云定死矣,在越发怒的朱元璋,派遣杨文和韩关到龙州绝望地搜寻长茂之后,两人并未找到他的踪迹,所以断定长茂应该已经身亡,这些源自有人揭发长茂假死的诈谋,导致了赵宗兽害怕被逼问,最终选择服毒自尽的诈谋, 按照这种看法,杨文,韩关根本没有亲眼目睹长茂的尸体,只是根据推测认为长茂已经去世,到底,我们可以在工程县制中找到答案,长茂确实是炸死,拒载工程县制,长茂并非在洪武二十三年死去,而是在永乐市八年辞世,他曾以谎称以死来蒙蔽朱元璋,之后隐居于桂林工程县,育有四名儿子,在广西壮族自治区,工程瑶族自治县有一个名为长家村的地方,根据工程县制的记者, 这里是长氏家族的聚集地,村民们自称是长茂的后裔,并且他们的家谱也有相应的记载,这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现实依据,当朱元璋得知长茂去世的消息时,发现长茂并没有留下子嗣,如果长家村的居民确实是长茂的后代,由此可见,长茂很可能在装死,可以得出结论,根据这些证据显示,长茂当年很可能伪造了自己的死亡,长茂作为长玉春的长子, 为何要选用这种极端的手法来蒙骗朱元璋呢?据笔者推断,或许存在以下三方面因素,第一,长茂作为公爵身份尊贵,然而却未获得朱元璋的看重,早对此心怀不满,再加上他在那哈一意中,出手阻碍了朱元璋的北伐计划,自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,因此避而不见,第二,长茂在龙舟接纳了一个小妾, 这导致了赵宗寿的叛变,他清楚地意识到,考虑到朱元璋的脾气,自己将很难逃脱惩罚,第三,李善长案件的曝光是第三个重要事件,长茂与李善长有过往,他可能牵涉其中,并感到恐惧,在这三大因素的作用下,长茂最终构思出了金蝉脱鞘的计划,他谎称死亡后,带着情妇逃往桂林工程,正式开始隐居生活,一直很喜欢红义法师的四句格言,明镜止水已成心,泰山桥越已立 清天白日已应是,纪月光风已待人,袁莫明初,长玉春被描述为一个忠诚,勇敢,豪爽和纯粹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这四句话并未认为他与这些特质相悖,不过,他的长子长茂在品行和能力方面却与其父迥然相逸,这确实是一大遗憾